大家好,我是這個Session的講者徐李鶴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Koala這一個Open Source的專案 那我目前在製造業上班,在辦理廳上班 做的是資料工程相關的工作 那因為工作的關係有稍微接觸到 Hadoop ecosystem這些相關的框架 那平常的興趣就是 看看書看看影集這樣子 那在接下來的時間會先提到說 OK,為什麼我們需要Koala Koala被設計出來是為了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那專案現在的現況以及 Koala DataFrame是怎麼被實作出來的 那最後是demo和整個Session的recap OK 那我們遭遇了什麼樣的問題呢 這邊要講一個小故事 假如你是一個Data Scientist 有一天你在公司用PandaPsychism 他們部分的樣本資料做了一個不錯的Prototype 那老闆看到覺得這個東西很有價值 那我們希望把它productionize 我們希望把它規模化 剛好公司的資料也很多 那也有一座cluster 希望你可以處理較完整較大的資料量體 希望可以train出更好的model應用在產線上面 那我下面有附上一個連結 它是一篇Google在09年發表的論文 講的是資料量體對於training model的重要性 當然資料可以保留更多的細節 那回到我們的故事 那我們可能本來拿的資料量體 只有幾百遍的大小 但是真正的資料體可能是上百G的規模 那我們知道大家所熟悉的Pandas 雖然好學好用 那有很多好用的方學 然後在資料視覺化和旋轉力的套件 也都有豐富的資源 但是它的缺陷就是在它先天上的限制 它只能讓在thinkle machine上面 所以在處理的效能 還有能處理的資料量體 也會受限於硬體的規格 並不具可擴縮性 那如果我們今天要處理大量的資料的話 就必須借助分散式系統的硬體資源 那Spark是目前分散式運算框架的代表 那也被廣泛的應用在巨量資料的處理上面 但相對來說一開始會比較難上手 因為Spark本身是一般性的運算框架 儘管上面陸續提供了Spark DataFrame Spark SQL 的這樣的API 但是面對比較複雜的資料邏輯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會有點痛苦 痛苦的點在於說 OK如果你今天如果沒有碰過分散式系統的運算框架 光是熟悉語法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點辛苦了 還要稍微了解一下背後運作的原理 那最重要的是 你要使用的是之前用Pandas做的那些 比較複雜的資料處理邏輯 那在這個表裡面呢 左兩邊其實是一樣的資料操作 那一邊是Pandas 一邊是PySpark 那在比較簡單的 預防還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面對比較抽象的Function的時候 就要想辦法去用PySpark API 去PySpark SQL 去把資料處理的邏輯去實作出來 舉例來說當你面對類別型的資料 然後你要去做100 encoding 那在Pandas的時候 你只需要去呼叫一個Gatami的Function就可以了 但是在Spark上面的話 你可能要Disting出這個欄位裡面所有的類別 然後把那個Maping的欄位生產出來 然後再把它合併回原本的DataFrame上面 那這樣的操作就會變得很複雜 那OK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那Koalas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提供一個跟Pandas一模一樣的介面 Pandas有什麼Function 那Koalas也有什麼Function 那當你Call Koalas的Function的時候 它其實是幫你騎一個SparkDrop 讓你的資料處理是可以去run在分散式系統上面的 那這個專案是19年由DataBrick這間公司發表出來 然後才雙周更新 發展得很迅速 然後在今年6月的時候release了1.0版 然後API的coverage已經來到了80%左右 然後有更好的那個繪圖的support 然後還有SparkSSS 讓你可以在Koalas上面去調用一些Spark的Function 還有Transform和Apply這樣的Function 讓你在Pandas上的自定義Function 可以更好的去Maping到Koalas上面 那OK一樣回到我們這個語法的比較 那我們可以看到Pandas跟Koalas 它語法上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你只需要去改那個PickageName就好了 這是一個企業應用的實力 然後在效能方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 它的縱軸指的是執行的時間 然後它的橫軸是資料量體的大小 那我們可以看到當我們面對的資料量體越大 然後Koalas和PiSpark就越能發揮它分散式運算的 在效能上的優勢 那這張圖其實是比較抽象的概念 Koalas就像是搭建在Spark和Pandas之間的橋樑 如如所示 其實Koalas它是直接建構在PiSpark上面的 它是直接去呼叫PiSpark的API 那所以它自然而然具備了Spark分散式運算的特性 還有相關的屬性 舉例來說 你在Koalas上面去Read CSV 那它其實是去CallSpark的CSVRead 那如果你在Koalas上去下SQL 那它其實是在內部轉換成 讓Spark SQL去執行 那如果你對Spark有點了解的話 Spark SQL執行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CataList Optimizer去幫它做運算的優化 但是對Koalas User來說 其實它並不用去了解這些細節 它只要像用Pandas一樣的去用Koalas就好了 那這邊稍微提一下Koalas DataFrame的架構 那 Internal Frame這個東西其實是Koalas DataFrame的內部結構 那Internal Frame包含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Spark DataFrame 那實際那張DataFrame的資料儲存就會在Spark DataFrame上面 那Internal Frame裡面還Maintain了一些MetaData 包含了ColorName的Maping 還有Index的Maping 在Koalas和Spark的DataFrame之間 那也是有這樣的MetaData 讓它可以在DataFrame之間的轉換 可以實作出它在DataFrame之間的轉換 OK OK 那OK 那這邊是Demo的部分 我們Demo主要會有 一開始是LowData 然後會秀一些 會頭的Function 那在下面也列出了一些 我們常見的在資料處理的部分 所用到的方法 然後最後有一個Spark Cache的簡單的範例 這樣法有之下 然後請以承諾 你覺得可以這些 然後可以ρη子 缺乏 讓我們常聽懂 проб �� 慢慢騙 我們 OK,首先是 Input Data 的部分嘛 那我們就像用 Pandas 一樣去用 Read CSV 的那個 function 那值得一提的是,它其實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它在這邊呼叫 Read CSV 但它的底層其實呼叫 PySpark 的 API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客製化的 Pass Data 的需求的話 你可以把這些 Argument 放在這邊,然後讓它傳進 Coloss 裡面 然後它會直接幫你把這些參數都 Pass 給 PySpark 那我們看它獨特打,它其實會起 Spark Job 去讓在分散室系統上面 那我們這邊把 Color Name 秀出來 因為我們剛剛在 Internal Frame 的時候提到說 它這些 Column Mapping 的訊息 其實是會 Maintain 在它的 Metadata 裡面 所以當我們去取用這些 Metadata 資料的時候 它並不會去取一個 Spark Job 去執行 而是直接從 Metadata 裡面提取資料 那這邊就是簡單的用一下 Pentas 上面這些 統計的 Function 然後這邊是 Pentas 在這邊可以 Print 一個 散佈圖 我們可以用一樣的語法 把這個散佈圖 Print 出來 把這個散佈圖 Print 出來 你看這邊 它其實 有一些 Outlier 或者是有一個這個重點點 你會發現 其實用 Coral Print 出來的時候 它好像有一些點消失了 那這樣的原因呢 是因為 它 Platt 在實作的時候 它其實是把資料 從 從各個 Executor 去拉回 Driver 在 Driver 上畫圖 所以它理所當然要去限制 我拉回來的資料比數 因為如果你不小心 隨便的就把 可能 100G 的 Data 拉回來的話 那 Driver 可能就爆了 就會 OOM 這樣子 那 它這邊就是有一些 Config 可以去設定 我們把那個 可以回傳的資料比數加大 那我們這個 Platt 也可以 順利把這些點找回來 那這邊提到的是 但是 Core Ars 在 0.23版的時候 它已經有 Support 這種 Num Pie 裡面的 Universal Function 所以 在這邊就可以很方便的 去把它 用上去 Core 的部分是不用改動的 然後 在 Outlier 的部分 在原先的 Core 它是用 它是用一些條件 然後去 去把那些 Outlier Drop 掉 但是 Raw Level 的 Drop 在 目前的 Core Ars 版本 還沒有 Implement 出來 所以 我在這邊用 Execute 的方法 去把 去把那些 Outlier 濾掉 然後 接下來是這邊 Blna 直接跟 Pandas 一樣的使用 然後 資料欄位的轉換 然後 它有提供這樣 Applied Function 可以讓你 可以把 你在 Pandas 上 自定義的 Function 可以 Mapping 過來 然後 最後是 Gap Done New 的部分 也是一樣跟 Pandas 一樣 直接用那個 Function 就好了 然後 最後提一下 Spark上 Cache 的功能 就是 Cache 在 Spark 上是 常見的一個 Performance Tuning 的手段 目的是 去減少 重複運算的 這些運算量 因為它底層其實是 直接騎一個 Spark Drive 去執行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我稍早是先執行過的 然後 如果把它 Cache 起來 我第一次在執行的時候 其實會 會 會從一開始的 比如說 Read 的這個 CSV 然後 一路的執行過來 把這個 Data Frame 生產出來 那 在接下來的步驟 其實你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它 在一開始的那些 有些 Stage 是因為 Cache 的關係 所以可以被 省略到這個部分的計算 那 最後是我們 Recap 的部分 那 Colars 基本上是設計 讓 如果你是 Data Scientist 然後 如果你有處理巨量 巨量資料的需求 那它可以幫你節省 在程式轉換的 這些轉換成本 那對 Pandas 的 User 來說 其實如果你要 跨到另外一個 但是系統的領域的話 那你一開始不用 花太多的時間去 熟悉一個新的框架 那 對 你本來就會 使用 Spark 的 User 來說 那在 Coala 上面 也有一些 Pandas 這些統計 或者是 資料分析的 Function 那如果你有需要用的話 那你直接把 Data Frame 直接轉過來 就可以直接 Call 這些 Function 的 那 最後一點要提到的是 Colars 其實 並不是萬能的 它 它目前還有一些 Function 是沒辦法 可以直接從 Pandas 這樣子 Maping 過來 那必要的時候 你可能會需要 去用 Spark SQL 把資料處理的邏輯 去 去實現出來 那 如果你打開 Colars 的 Best Practice 的頁面 它裡面 十項有大概六七項 是在講 Spark Performance Tune 的部分 那 如果你在 Coala 上 遇到 Performance 問題 你可能要回過頭 來去了解一下 Spark上面的 運作的原理 才能方便你了解 Job 執行的細節 還有 進一步的 Performance Tune 那我今天的 Session 就講到這邊 把時間交換給主持人 謝謝 把時間交換給主持人 我剛剛懶得 在甦泊